而今天有许多的民众发现 家里的水龙头水量变小甚至停水 这是因为沙坡当进水口的水源 受到大雨造成泥沙无法进水 自来水公司是紧急的启动了所有地下水景 但是水量依然不足 所以造成有两万多户减压供水 地震后山上土石松软遇到大雨变成泥流 无法顺利进入花莲沙坡当进水口来过滤 瞬间少了一万四千多吨的净水量 在水公司赶紧启动所有地下水景 但也不够大花莲地区的用水 因此21号花莲地区有两万多户减压供水 由于先前0403的地震造成 我们沙坡当西沿岸的山坡 有土石崩落跟松软的现象 致使一有豪大雨的话 整个土石就冲到沙坡当西 造成沙坡当西沿岸的水族升高 以昨天跟前天为例 甚至升高到破千度 超过我们沙坡当进水场的处理能力 供水出现窃口 致使必须采取减压供水的手段 虽然我们紧急调度地下水景 还有售风净水场提高出水量 但是能造成供水的缺口 致使必须采取降压供水的模式来引领 造成民众用水的不便 台水公司仅在此表示我们的歉意 在水酒区处担心未来强降雨气后 导致水源浊度升高会变成常态 除了要积极开发水源 也呼吁民众珍惜水资源 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共同来度过极端气候及天灾 带来的缺水危机 介绿汇欢师报道